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,劳集法修法通过后,将立价挪以弹性授权劳资协商会议,为强化劳资协商时效,避免劳工权益遭剥夺,民进党议委将永昌提案修法,降低组织工会门槛,连数人数由原先30人下修为15人,以此鼓励劳公组工会将永昌受访时表示,部分立委很担心劳动部此次修法, 弹性一放宽就收不回来,因此盼能下修工会组成门槛,强化劳资协商制度,行政院院会周四通过劳集法修法草案,放宽加班弹性并松绑期修一,让立价能在每七日的周期内来回调整,修法版本虽引起民进党立委林淑芬,中孔赵强烈反对,草案仍将送入立法院委员会审查, 此次草案将立价挪移授权劳资协商,有建于我国一百多万家中小企业中,仅有924家成立企业工会,劳资协商恐无法发挥具体效用,民进党立委将用昌提案,针对工会法第十一条,第十七条进行修正,将建行组工会应有30人以上连数门槛, 修正为100以下之事业单位,得由劳工15人以上连数发起,等于100人以下的公司,仅需15人连数即可组工会。 江永昌受访时表示,我国工会组成门槛相较日韩两人连数,香港7人,中国25人的规定都还要高,且有成立工会的企业,召开劳资协商比例不到10%,非常的低。 他认为,当政府把立价挪以弹性授权给工会与劳资协商会议,若没有跟着强化工会制度与配套,劳工权益很可能会因为工会实质效能不足,无法替劳工争取该有权益。 草案目前已完成连数,将由城委会排定日期,宋小委员会审查。